老有人问我三角柔行动暴率怎么样啊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把捡垃圾实况 不开钥匙房不出大金大红的情况下来看看收益如何 我先剧透一下这游戏是由彩蛋点的 B站座也是完全可以出金出红 武器使用mini14啊 这把枪老玩家应该很熟悉 也是游戏里唯一一个能把后座控制改到100的枪 不过这把实况呢就不改100后座的了 简单改一个ACO技和消音就可以了 这把复活在边界站啊 我因为有任务呢得去地图南边 这里听到有巨磨布啊 因为我是连军不好打近战啊 所以标记一下让队友过来 其实我很想拉开距离啊 但是又怕我一跑对面全冲上来 想慢慢挪一下对面已经 啊来了来了 我以为我又要灭队了 这个人SR254几蛋 一枪头给我扬了 是高手啊 非常的富有 我心里其实想让队友先拉我一下 但是我的队友可能比较自信吧 不太想拉我 想对 再来一把啊 这把还是迷你三级套 看到我的队友是裸掉 我就放心了 这把复活啊 砖就在脸上 他们竟然还有勇气去抢砖 虽然不是很想管他们吧 但我还是象征性的上山帮他们架一下 他们竟然还能打倒人 不错不错 虽然嘎了个队友啊 但还是把对面团灭了 作为国服素质好队友啊 即使是路人 我也得先拉队友再填包 来看看敌人都爆了啥装备啊 一把格洛克18 价值6万 剩下的杂物价值4万 再来看看另一个包 头盔接近4万 谁给他换上 哎这个好 20万的MCE 那这样一波下来就已经舔了30万了 剩下一个包留给队友 不能忘记标题啊 是去摸彩蛋捡垃圾 不过话说的队友是真没数啊 又要拿砖啊 我并不推荐单牌或者野牌 去拿这个砖 因为他只是20万走 你这个得组队拿才划算 路上也是杀AA摸物资 杀AA摸物资 爆驴那叫一个高 我都不是很想捡 可算是出了点东西的 可乐 1万5 这游戏的策划很良心啊 怕你们舔不到GGAA 都让他们死的时候 来一个弹射起步 GGAA还是很值得舔的 有时候会出背径 一个背径3,4万呢 这个是没有出 枪口加进 一共2万5 我们来掏个鸟 哇 也就是彩蛋点 这里面是真的会出好东西 哦 出了个小红 6万的金币 再清几个AA 去搜教堂 又搜了一些 杂七杂八的东西啊 大概3,4万 棺材坊里还有一个鸟 我别忘记掏了 出了个金 金色的配件 直接装上了 这个价值4万 他游戏中显示的是你的静转 我这把已经静转了50万 而且任务也做完了 所以就打算撤离了 撤离点还是比较远的 桥底下这里是封着的 得绕路走上去 上面是豪宅 得小心一点 这里听到卓雾声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听这么远啊 耳机万八 我家听你瞎 这个M32极端 假都干不开 直接撤就好了 因为已经有装备了 所以也不用贪了 最后绕远路成功撤离啊 总共拿了75万的物资 服务了消耗和替换 近赚47万 因为有彩蛋点的存在啊 捡垃圾绝对不会亏 而且据说会出 一乘一的终极大金哦 大家觉得目前 这个游戏暴力如何呢